刚过转弯处骑士减速慢行 其中一名女骑士逆向冲到对象车道 发生碰撞意外 还波及到一辆机车撞击瞬间 车壳碎片散落一地 现场遗留的血迹依稀可见 两辆机车车头被撞凹撞烂大灯掉了出来 这起车祸发生在基隆西顶路上 16号中午12点多 最新监视器画面曝光 肇事的35岁黄姓女子 酒后上路经抽血换算酒册值高达0.84 但就是和泰猫违规跨越双黄线 和40岁张姓棋是对撞双双送一抢救 而被撞张姓棋是身份也不光 无辜被撞40岁张姓棋 是台北市一位陈崇文服务处的主任 陈崇文在脸书上强力谴责酒驾 并且宣布暂停所有立委初选败票活动 两车相撞力道大 造成张姓棋是昏迷 失去意识四肢有明显擦错伤 紧急插管 而肇事的35岁黄姓女子 卤内出血 右手叫骨折变心 仍持续昏迷中 两人都还没脱离险境 另一名被波及的棋士 回想起意外的当下 还好自己有及时闪开 黄姓女子贪杯上路酒册值超标 波及无辜 自己也陷入危险中 称崇文案将被撞成重伤 她呼吁 政府应该要针对酒驾修法 不要让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提供新闻流行 王思纯基隆 采访报道